三年前我就在這個地方按您申告馬前總統 今天我們正式開庭 我想跟各位說明 這不是台灣版的牛倫巴大聲 也不是歷史的 也不是世界的對決 指名的問題這個是一個憲政時刻 也就是說 馬前總統以及龐世民總長 前總長 毀憲亂政 毀法亂計 暗前監聽 操作司法 進行政治鬥爭 這個是事情的本質 所以很重要 從三年前 9月9號我開記者會 第一次講的話 和現在講的話都是一樣 要捍衛憲政體制 終結特務治國 讓國家重建 讓憲政重建 所以今天此時此刻 在開庭的前夕 我在這裡 向馬前總統呼籲 請馬前總統 你要勇於認錯 這才是道德勇氣 這是你的逃命線 也是我們憲政的逃命線 我希望 台灣的憲政 從這個案子開始 我們步上正軌 這是一個歷史的時刻 也是非白舊時代 一個實在的分水嶺 一個實在的分水嶺 因為馬上總統 風鐵